诶 大家好 我是斯格尔 斯格尼斯 斯格尼哥尔 我们现在呢 所在位置呢 就在云山的刮驳的流行馆 那经历了这几天的演出呢 决定要来沉淀 呃 充电一下啦 所以呢 我们今天就来看这个快动的文艺复兴的动态展览 那事不宜迟 我们就一起撂起来 现在看到的这幅呢 就是这个雅典学院 也是这个拉菲尔的一幅名作 然后他是以这个圣彼得堡大教堂作为这个范本呢 然后所创作的一幅作品 那你会发现一个很有趣的一个状况就是 这整幅画所有的人呢 不在忙自己的事情 那唯一一个有看镜头的人呢 就是作者本人 作者本人呢 就在整幅画的右下角 现在看到这幅呢 是这个达文系的作品 他画的是这个耶稣最后的晚餐 耶稣与十二使徒最后的晚餐 那这是耶稣已经宣告之说 这是他跟所有的门徒最后一顿晚餐的嘛 所以大家就突然纷纷议论了起来 大家在那边互相争论到底是谁呢 出卖了耶稣这样子 那可以看到呢 耶稣左边的 故事里面写到的是犹大 犹大就是脸色阴沉 然后又就是 耶稣就是最后就是说 就让他赶快离去吧这样子 这是一个圣经故事 最后的晚餐 出歌有没有 他有个狗狗 出歌跟球与杯 他有魔术棒 这就是很传统的魔术的手法跟道具 是早在北方文艺复兴的时候就有了 这是波西的作品 现在看到这幅画 就是罗浮宫的镇馆之宝 这也是达文西的作品 达文西让model 用一个很神奇的角度的坐姿 他的脸庞跟眼神 用四分之三的角度 让观者一直有被画中被注视的感觉 这是大家很熟知的名作 叫做蒙娜丽莎的微笑 现在看到这一幅 就是米开朗基罗的创世之作 叫做创造亚当 现在我们看到这一幅名作 叫做维纳斯的诞生 身为一个专业的设计师 我相信你在使用以拉的时候 你只要开动这个软体 基本上就会这个一个动画 就会这样浮出来 就是这幅名作 看到这AR效果 花神的花动了起来 花神的花在萤幕里面动了起来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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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期再见 小事造就完美而完美絕非小事 小事就是所有的小細節 所堆砌而成的就會成為一幅強大的藝術品 這就是所有藝術家 所有成功的藝術家們所追求的 所以當所有的小細節堆砌而成之後 就會成為一個強悍震撼的作品 這就是今天帶大家看到解副名作 當然大家有空也可以來到圓山流行館 來走動走動來充滿文音氣息囉 《遊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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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